现在为你们示范如何组装北极光的出料阀 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零件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出料阀先拿起来 这个有三个洞 那这三个洞分别是装这三根的杆子 可以看到三根杆子中间 这一支是装在中间的 这比较特别的这一支是装中间 每一支杆子拿起来都要涂抹这个凡士林 那记住 这个涂抹凡士林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把这个垫圈呢 都仔细的做涂抹的动作 这个工不要省 垫圈的部分都涂抹凡士林 仔细的涂抹 一根 两根 我们务必要涂抹凡士林 把这个凡士林都确切的涂抹在整个杆子上面 以及这个垫圈上面 尤其是垫圈 因为你在做拉扯的动作呢 这个垫圈有可能是会受损的 所以呢 都是要仔细做涂抹的动作 好 确实涂抹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粗料阀拿起来 那粗料阀呢 记住 我们这个横杆呢 这个杆子 前面的洞都要朝前面 我们依序把它插进来 好 第一根 那中间这一根呢 比较特别 它的有这个勾 弓形的这个所谓的指肉阀 所以你必须要插在中间这里来 那转下去的时候呢 不要直接硬插 我们可以用旋转的方式 慢慢的 旋转的方式慢慢的往下 这样子呢 你就不会伤到这个垫圈了 第三根也是一样 插下去之后呢 慢慢用旋转的方式 把它插进来 这样子就组装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拿这个拉饼 这个拉饼呢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 装置 你必须要对到这个洞里面去 我们拿它插进来 插进来之后呢 这个部分是插销 插销从侧边 从侧边 把这个竿子呢 一根一根给穿过去 这个拉饼没有分 它没有分哪一根是哪一根 没有 它没有分 就一根一根插进来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组装完毕了 我们拉一下 看这个动作呢 有没有确实 这个动作很确实 而且很滑顺 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组装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出料阀 翻到背面来 可以看到 这两个 所谓的 橡胶垫圈 这个橡胶垫圈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装好 这个橡胶垫圈 到时候会漏料 或者是漏一些东西出来 所以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 橡胶垫圈呢 一样 稍微涂抹一下 凡士林 涂抹一下凡士林 涂抹一下凡士林 然后记住 它这个地方是有沟槽的 你必须要把这个沟槽呢 跟这个沟槽 合在一起 你们这个沟槽是要合在一起的 让它确保 整个前面是一个 完全平面的状态 它不能突出来 它不能扭曲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涂抹凡士林之后呢 放进这个沟槽里面来 这样子这一步就组装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会先组装下一栋 这个部分拿起来 组装到这里面的 这个滑芽里面 尾巴这个地方组装到滑芽 那记住 这个部分是逆时针 逆时针的方向 对准之后呢 逆时针转 然后务必 务必把它锁紧 这个步骤很重要 不然你会产生异音 这里也是一样 对准这个 螺纹之后 做逆时针的方向 把它旋紧 旋紧完成之后呢 还没结束 我们这个地方有两个白色的套环 这个套环呢 记住 它的平面 平面是朝里面 所以呢 它是这样子扣进来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拿起来之后呢 拿起来之后呢 里面 挤一些凡士林 用手呢 把这里面都涂满 涂均匀 然后表面这个地方呢 也是涂抹均匀 涂抹完之后呢 把这个密封圈套进来 这样子就结束了 记住 两个都要涂抹 两个都要涂抹 刚刚我们北极光的零件 都已经组装完毕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零件呢 装到这个机器上面来 在组装之前呢 记住 如果你的机器是亮的 务必把机器先关掉 不然到时候你装的时候 以免发生这个危险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传动轴里面的 这根装置 先拿出来 这是第一步 密封圈 朝里面 从这个方向 往里面去塞 里面有个洞头 把他确实的 塞进去 这是第一根 第二根呢 也是一样 把这个密封圈呢 确实涂抹均匀 涂抹完之后 从这里面 一样 装进来 左边边检查一下 确实装好 怎么样叫确实装好 转一下 插进去 它会有一个弹性 如果有弹性 代表说你已经装好了 如果说 压不进去 代表说你这一步没有装好 接下来 我们现在要组装这个搅拌棒 把这个搅拌棒拿起来之后呢 记住 这个叶片呢 是朝外面 这个洞口呢 是朝里面 在装的时候呢 要拿一个布 保护你的手 或者是手套 都可以 直接插进来 插进来之后呢 我们旋转一下 我们旋转一下 完全插进去 怎么样是要完全插进去呢 你这个叶片呢 基本上要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制冷钢 是平行的状态 这样子才有算是装好 接下来装另外一支 稍微转转一下 这样子 让这两个叶片呢 搅拌棒呢 跟这个钢面成平行的状态 这样子就装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出料法 刚刚已经做好的出料法 这两根呢 从中间 对准插进来 这四个洞呢 这四个洞呢 要 合上 这四边的螺丝 它很顺的合上去 这样子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呢 有一长 一短 长的在上方 记住不要完全锁死 短的在下方 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它对角锁 弹住之后呢 两只手一起锁 两只手一起锁 平均的 平均施力 把这个螺丝给锁上去就可以了 来 再一次喔 长的 在上面 短的 在下面 一样 平均的 锁上去就可以了 锁上去之后呢 检查一下 四肢螺丝呢 是不是都有锁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北极光的面板的一些功能的操作 我们看到这个wash wash的话就是清洗 假设你现在目前你要清洗机器啊 你就按一个wash键 它机器呢就自动做清洗动作 再来是制冰 你现在将料都倒进去 你要机器要准备制冰 按一颗制冰钮 按下去之后呢 它的压缩机会启动 基本上它制冰大概十几分钟 十三分钟以内就制冰完成 再来hard的话就是硬的部分 你要让双麒麟的口感变成比较硬 或者是变得比较软 这个部分呢都可以用我们的set 就是设置来做调整的动作 当机器呢你要保鲜的部分 按住这个制冰钮 五秒钟 它会进入到保鲜的模式 上面这两个料缸呢 都可以保鲜三到五天的时间 你要停止机器的操作 按stop 把机器停止下来 如果说要退冰 我们把这个soft键按住五秒钟 机器呢就会把这两缸呢 制冰钢升温到二十几度 以加速机器的退冰 这个你在做清洗的部分呢 会比较轻松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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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